松竹言 我从父那里领受了舍命的诫命 他还说 若有人要跟从我 就当领受受死的诫命 不然就不配跟从我 我希望这话语能照样成就在我身上 人再怎么不情愿 也总会有死去的那天 反正总有一死 我不愿在碌碌无为中结束这一生 我已经下定决心要为了主的国而死 为了在那日不被尼尼威人和南方女王定罪 我听从主的话语 每天带着对话语渴慕的心 进行漫长的旅行 如果说真理在哪里等我 我就一定会竭尽全力找到那里 有一点我可以肯定 就是圣乐教会现在不能没有我 也许有人会说我很骄傲 但我并不畏惧这样的责难 现在在圣乐教会 我有必须要承担的角色 这既是我的使命 也是我永远的冠冕 我们教会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信仰 对此我有责任率先罪犯 曾经的我是一个有很多罪的人 但现在的我不再是罪人 而是上帝的儿女 是耶稣基督的门徒 是唯一向世界介绍上帝的意图的人 我纵然如一粒介财种般渺小 但我里面却容纳了整个世界 我所爱的圣乐人呐 希望你们永远都不要抛弃圣乐教会 毕利亚和书颜 虽然当下受到人们的毁谤与藐视 但他们在历史上具有重大意义 而我要做的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 除灭魔鬼 从夏娃那个时候开始的征战 将会一直持续到地球毁灭的那天 之前毁灭攻击夏娃的仇敌是蛇 但在末了的时候 仇敌不再是蛇而是龙 这个世界就是在不断地展示它的文明 梦想着打造一个更适合人生活的世界 这种人本主义思想 打着你也能和上帝一样的幌子迷惑人 过去的那个蛇变成了比之前大几百倍的龙 向我们发起进攻 上帝曾应许说 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 今天我们要把它理解为 你们要伤龙的头 我要做的事和要走的路 就是如此明了 主啊 愿祢的执意通过我们教会成就 阿们 上帝的话语 使徒行传十二章 一节到十七节 那时 西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 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 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 又去捉拿彼得 那时正是除教的日子 西律拿了彼得收在监里 交付四班兵丁看守 每班四个人 意思要在逾越节后把他提出来 当着百姓伴他 于是彼得被囚在监里 教会就为他窃窃地祷告神 西律将要提他出来的前一夜 彼得被两条铁链锁着 睡在两个冰钉当中 看守的人也在门外看守 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 屋里有光照耀 天使拍彼得的泪旁 拍醒了他 说快快起来 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 天使对他说 树上带子穿上鞋 他就那样做 天使又说 披上外衣跟着我来 彼得就出来跟着他 不知道天使所做是真的 只当见了异象 过了第一层第二层监牢 就来到临街的铁门 那门自己开了 他们出来 走过一条街 天使便离开他去了 彼得醒悟过来说 我现在真知道 主差遣他的使者 救我脱离西律的手 和犹太百姓一切所盼望的 想了一想 就往那称呼马可的约翰 他母亲玛利亚家去 在那里有好些人聚集祷告 彼得敲外门 有一个使女名叫罗大 出来探听 听的是彼得的声音 就欢喜得顾不得开门 跑进去告诉众人说 彼得站在门外 他们说 你是疯了 使女极力地说 真是他 他们说 必是他的天使 彼得不住地敲门 他们开了门 看见他 就甚惊奇 彼得摆手 不要他们作声 就告诉他们 主怎样领他出监 又说 你们把这事告诉雅各和众弟兄 于是出去 望别出去了 阿们 这一时间 我们为了领受话语 也为了释放话语的人 我们一起祷告吧 感谢 父上帝啊 感谢你将这圣洁的日子命令给我们 也呼召我们 让我们这样的聚在你面前 领受你的话语 感谢你用这宝贵的话语养育我们 让我们都成为 由听圣灵向教会所说的话的耳朵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圣灵的能力与天使的力量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今天的讲章 上帝是三一神 他创造了世界 并带领凡他所造的一切 为了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儿子 圣灵成就了这事 圣灵是独一的 而天使是数不胜数的 上帝之所以差遣天使到世上 是为了帮助他的圣徒 我们要区分圣灵的做工与天使的做工 圣灵唯独借着上帝的话语做工 通过恩赐彰显 而天使是以神迹其事显明他的力量 圣灵只带领顺从的人 而天使可以在任何人身上做工 既帮助得救的圣徒也咒诅没得救的灵魂 得救的人要过属灵生活 何谓属灵生活 就是讨上帝的喜悦 并依靠上帝的力量生活 在前约 人只得到天使的帮助 而在新约 人不仅得到天使的帮助 还得到圣灵的帮助带领 得到圣灵带领的人会得到恩赐 并借着天使的帮助彰显神迹其事 圣灵的做工与天使的帮助各有不同 要属灵 要得到圣灵的带领 还要让天使做工 阿们 上帝是三一神 也就是有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个位格 三个位格合一 我们都清楚这话语的意思 基督教的信仰 最基础 最重要的 就是三一神信仰 这世上没有哪一个神 是三一神 只有我们的上帝 是圣父 圣子 圣灵 三位格 合一的神 三位格 合一的神 所以 我们 要认识 父上帝 要认识 圣父上帝 也要认识 圣子 圣灵 要把握好 这个 均衡 不然的话 很容易给信仰生活 带来混乱 圣经上也说 我的百姓 因无知而灭亡 和下书里面 这样说 和下书四章 那里 六章三节那里说 你们要认识 你们要认识上帝 竭力追求 认识他 什么是永生 认识独一的真神 和他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要认识才行 不能不认识 我们要想得永生 我们为什么要过教会生活 之前我给大家讲过 性命 生命 永生 是不一样的 性命是指我们这个肉体的呼吸 肉体死了 也就停止呼吸了 而生命呢 是指我们的灵活着 永生 是指着 上帝永恒的生命 永远活着 我们过信仰生活 不是为了维持性命 上帝已经把阳光和雨水赐给了万物 叫万物都可以维持性命 有的性命可以维持一天 像服从一样 还有的性命能维持一百年 但结束也就结束了 但我们人不同 我们是属灵存在 我们有灵 这个灵呢 是从天上造的 从天上来的 所以如果不依靠上帝赐给我们的恩典 那这个灵就没有办法活 那灵活着 接下来的目的是什么 要永远活着 进到上帝的永生里面 永远活着 之前我给大家 区分过这三者 性命 生命 永生 耶稣说你们要吃我的肉 喝我的血 这样你们才有生命 才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才能得到永生 我们想得到永生 想于上帝永远活着 在上帝的生命里永远活着 这就是我们的信仰的目标 耶稣说 我到天上去 为你们预备住处 预备好了 就会再来接你们去 他如果不再来接我们 我们就无法进入永生 所以到那日 我们要复活进入永生 那为了得着永生 就要认识 独一的真神 也要认识 他所拆来的耶稣基督 我们读圣经 从旧约开始 我们都看到了 旧约 从旧约开始 这个旧约呢 就是说 前约 上帝 与亚伯拉罕立了什么约呢 你的百姓要因你 你的子孙要因你得福 万旧 万族要因你得福 我要将迦南地 赐给你 前约 就是 进入迦南地 迦南地呢 在成为以色列地之前 它是迦南 那里 有很多的王 已经占领了那里 但是 以色列进去 然后 产出了那所有的王 成是占领了那片土地 在那里建立了圣殿 然后 前约就到此为止 前约 是到 十曲约翰为止 然后 从十曲约翰开始 耶稣基督来到了世上 耶稣虽然 出生在前约的那个时候 但是当他从水里上来 受洗从水里上来的时候 上帝承认 他说 这是我的爱子 我所喜悦的 在约丹河那里 上帝经承认 会因着 耶稣得到荣光 上帝爱世人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这是新约 以马内利的约 这是新约 耶稣呢 是新约 他会 允许我们 把我们带到 他允许我们 把我们带到天上 与上帝 一同 永生 这是新约 前约 和新约 旧约和新约 我们对此 我们要有清楚的认识 在前约里面 上帝 上帝 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那个时候 这世上 存在宗教 亚当生了 该隐和亚伯 两个孩子 该隐是种田的亚伯 是放羊的 亚当 亚当被赶出 以电源之后 他生的第一个孩子 是该隐 该隐呢 很努力地种田 把收获的庄家 这样的献给上帝 作为基斯 献给上帝 亚伯呢 也把自己 牧养的羊 也献给上帝 然后上帝 悦纳了 亚伯所献的祭 没有悦纳该隐的祭 有人说 该隐的祭 献祭的时候 缺乏 虔诚 不虔诚 亚伯呢 很虔诚 这是误会 这是误解 因为要知道 宗教非常强调虔诚 非常强调虔诚 该隐 也是汉流买面的 好不容易 种了庄家 收获了粮食 把它献给上帝 他不是缺乏虔诚 他并不缺乏虔诚 亚伯 也是把自己 辛辛苦苦 牧养的羊 献给上帝 也有虔诚 在里面 人类历史当中 这个宗教 有两个之子 也就是该隐的宗教 跟亚伯的宗教 该隐的这个宗教 是什么呢 就是凭着 虔诚 献上的 宗教是什么 就是虔诚 你看一下宗教徒 他们多虔诚啊 非常虔诚 反而基督徒 并不是那样 做礼拜的时候 也是随随便便 看一下宗教徒 他们 为了搞他们的宗教活动 又是梳妆打扮 很虔诚的 上帝没有约纳 该隐的祭 不是因为不够虔诚 不是因为他不够虔诚 而是因为上帝的 他那里面没有上帝的旨意 经上说 血里有生命 血能赎罪 利未记十七章 十一节十二节 那里说 只有上帝的血 才能除罪 亚伯 他所献的祭呢 这是上帝 他所献的祭呢 靠近上帝的旨意 就是关于血的 应许的这个旨意 已经靠近那一边了 并不是因为什么前程 而接纳他的祭 所以说 我们礼拜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礼拜 祷告也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祷告 不是说你的祷告 不蒙约纳 是因为你不够前程 所以 金上还说什么 我们要按照上帝的旨意祷告 宗教 他们献上的就是前程 在末了的时候 最后能够得胜的是谁 因着什么 因着羔羊的血和他们所见证的道 这样的人才能得胜 血 高羊的血 血里面有生命 就是要有对血的告白 这是上帝的旨意 以嫂和雅各 是一对双胞胎弟兄 但是呢 在腹中的时候 上帝就喜爱雅各 亚各跟以嫂他们的路就在腹中已经不同了 就好像该隐的宗教跟亚伯的信一样 该隐虽然凭着前程献上的祭 但是没有上帝的旨意在里面 而亚伯的旨 里面含有上帝的旨意 所以蒙上帝悦纳 我们强调 基督教 我们基督教的信仰 我们说 只有基督教的信仰蒙上帝的悦纳 可能宗教徒他们不喜欢听 我们这样说 但这是事实 宗教徒就像该隐的记忆一样 总是显出的是自己的义 我这样的辛苦 我这样的做献上了 为什么不悦纳呢 这样的显出的是自己的义 不蒙上帝悦纳 上帝唯独寻找的是他的义 他唯独要的是上帝的义 我们要承认 我没有吃好自己的义 上个周 我给大家讲过 普多克斯 就是贫穷的人 就是这样的 我没有任何偿还的能力 没有任何的能力 只有依靠上帝的血 上帝的恩典 我才能活 我们 我们其实祷告 是依靠着主耶稣的宝血 这样的告白的话 并不错 现在上帝要的不是我们的前程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前约都是凭着前程 啊 线上 凭着前程线上的 这世上存在宗教 在有宗教之前 有的是迷信 迷信是什么呢 就是每个人 自己里面都有问题嘛 心里面都有一些问题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 就会出现 情感方面的神秘主义 制造一个 什么 就是 制造一个存在 一个神 说这个神能帮助我 或者是死去的祖先 就是 我自己不行 需要那个死去的灵 来帮助我才行 死去的灵 来帮助我 才可以 这就是迷信 迷信都是 依靠污鬼的 神秘主义 也可以说是 感性 情感方面的神秘主义 在这个基础上 再高级一点的 就是宗教 这个迷信呢 不存在教理 就是自己各自 自己想的 而宗教呢 是 这个宗教的宗 这不是一个 在一个房盖下面吗 在一个房屋下 就是 大家共有 跟其他人 一起共享 这个神秘主义 就这样的 变成了宗教 宗教是 哲学性 可以说是 哲学性的神秘主义 宗教 其实是无神论 他们 比如说 制造了 菩萨 菩萨是他们的偶像 如果问他们 你们 是不是拜偶像 我们不拜偶像 没有偶像 偶像是把死去的 死去的形象化 这叫偶像 那这菩萨是什么 这不是偶像 他们不承认 就是他们自己制造 把 就是他们自己在寻求 这个哲学世界 在摸索 寻找 对他们来说 不存在神 他们是无神论者 把这种信仰叫 高等宗教 上帝对亚伯拉罕说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 然后亚伯拉罕 寻从上帝的话语 离开了 亚伯拉罕 他并不是为了解决自己心里的问题 而去相信一种自己制造出来的某种神 也不是 也不是跟其他人一起去分享一种思想 一起去寻求一种什么哲学性的思想 比如说这里有菩萨 他们是通过菩萨又去寻找什么什么 这个亚伯拉罕并不是这样的 他是领受了活着的上帝的启示 上帝命令他 你离开本地 本族 富家吧 王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区 就这样 他是听从命令 离开了 于过去完全的断绝开了 于过去的迷信 宗教完全的断绝开 诸埃及记三章 那里可以看到上帝像 摩西显现的时候 摩西问你是谁 然后上帝回答说 我是自由拥有的 偶像是把死人形象化 这是人造出来的 人制造出来的 而宗教 宗教也是人制造出来的 但这位神是什么 上帝说 我不是谁制造出来的 我是自有的 自有的 不是人手造的 不是人凭着想法 用人手造出来的 我是自有拥有的 所以约翰福音一章一节说 太初有道 太初有道 西伯来书四章十二节 那里说 道是活泼有功效的 我们的信仰 是有启示的信仰 我们基督教是有启示 他们把基督教叫做 有启示的宗教 不是偶像宗教 不是哲学性宗教 而是有启示的宗教 大家跟我一起说 不是偶像宗教 不是哲学宗教 而是有启示的 有启示的宗教 是 是从永远以前 直到永远活着的 道 道 亚伯拉罕 他得到的是前约 亚伯拉罕的子孙是在前约里面的人 而我们呢 大家和我 我们不是在前约里面 我们是因着耶稣受了敬礼 因着耶稣重生了 因着耶稣重生了 重生就是从天上生的 从天上生的 是从天上生的 是从天上生的 我们是靠着耶稣开始了 是在新约里面的人 我们的上帝 他能不能看得见 是用眼睛看不见的 虽然用眼睛看不见 但并不是说 他是哲学性的存在 是人想象出来的 不是 只不过人 眼睛没有睁开 看不见他 他是实际存在的 约翰福音 四章十三十四节那里 说什么 上帝是灵 所以礼拜的人应该 以心理和诚实 献上礼拜 上帝寻找这样的人 上帝是灵 没有人能看见他 父上帝是没有人 能看得见的 父 父 就是祖先 最上面的祖先 顶峰了 就是这样的父 是没有人能看得见的 看不见 虽然看不见 但并不代表 上帝是不存在的 不是把没有 不存在的说成存在 他是实际存在的 那为了叫人能够看得见他 所以他 显出来了 这就是以马内力 通过女人的身体 成为人来到了世上 就好像创世纪一章 上帝按照他的形象 照着他的样式造人一样 我们是上帝形象的样式 上帝本体形象的样式 从创造的那个时候起 到现在 上帝的形象没有改变过 上帝为了叫我们能看得见他 而显明出来了 他来到这世上 人看到了他 这样到成为肉身来到这世上 他说的话 是人所使用的 人所说的这个话 就是说跟人在知识方面 语言方面 文化方面 想法方面都相同 都相同 成为这样的人来到了世上 他的品性是上帝的品性 他所做的事 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做的 如果有人说 上帝在哪里呀 那这个人就是不信耶稣的人 信耶稣的人 他就会承认 看见了耶稣 就等于看见了上帝 有一个耶稣的一个门徒说 求你将父先给我看 耶稣说什么 看见了我 怎么还要将 要我将父先给你们呢 看到的我就等于看到了父 我所说的 所做的 都是照着父的旨意 去说去做的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认识上帝 就要认识耶稣基督 我们讲到 就是为了叫他 叫大家能够认识耶稣基督 上帝是谁也看不见的 谁也无法认识他 只有通过耶稣基督 我们与上帝相交 并不是朝着虚空去呼喊 要知道耶稣 他是上帝本体的真相 他就是上帝 他的想法就是上帝的想法 他所说的就是上帝的话 他所做的事 就是按照上帝的旨意做的 只要把耶稣说出来就好 讲道是什么 就是为耶稣做见证 我们不是为耶和华做见证 而是耶稣的见证人 可是人们不想知道 耶稣是怎样的 来到教会听讲道 就只是阿们阿们 听是听了 但是心里面 还是想寻找什么 其他的 就好像那个不信的 不信的人 哎呀 有被鬼附 然后还有突然能够赚钱 或者能够知道什么秘密似的 就好像那些搞迷信的人一样 他还是想寻找那种东西 不是什么 我们这种 我们信耶稣并不是什么 像宗教徒一样 渺茫地去寻求什么 上帝通过耶稣启示给我们的话语 都是活着的 上帝的话语 耶稣的话语都是活着的 活着的 讲道 就是把耶稣所说的话语解释出来 律法是把耶稣所说的话 提前用比喻说出来 我们要认识耶稣 才能够认识上帝 信耶稣才能够信上帝 要迎接耶稣 才等于迎接了上帝 依靠耶稣才等于依靠上帝 那怎样才能够迎接耶稣呢 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一节以下说 你们暂时就会见不到我 意思是说他是要受死 升天 但你们还会认识我 知道我 我会在你们里面 就要像我在父里面 父在我里面一样 你们也在我里面 我在你们里面 门徒们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讲的不是什么哲学概念 而是实相 哲学讲的是虚空的什么东西 但是他讲的是实相 大家跟我一起说 我因着受敬礼 进入了耶稣里面 我因着领受圣灵 使耶稣进到我里面了 耶稣说你们不要离开耶路撒冷 要在这里等候 我到父那里去 会求父将圣灵差给你们 人们看到了上帝 也就是耶稣 上帝所显明给人的 上帝的儿子耶稣 见到了耶稣 那怎样领受耶稣呢 凡信他的名 迎接他的人 上帝就会赐他做 上帝儿女的权柄 就是你要迎接他才行 要迎接耶稣 耶稣的名才会进到你里面呢 耶稣跟耶稣的名 不是去分开的 我们要迎接耶稣 耶稣说 我去将圣灵拆给你们 圣灵进到我们里面 原本用眼睛 能够看得见的耶稣 暂时看不见了 他升天了 然后他将圣灵拆给了我们 如今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大家明白了吗 大家跟我一起说 看不见的上帝 显明在世上了 显明在世上的上帝 接着圣灵住在我们里面 圣灵唯独 进到信耶稣的人里面 我们领受圣灵就等于 我们领受圣灵就等于 迎接了耶稣在我们里面 大家跟我一起说 看不见的上帝 通过 通过来到世上的那位 显明显明出来 我们借着圣灵将这位 迎接到我里面 约翰一书三节 说圣灵住在我里面 就是主在我里面 就证明了主在我里面 就像这样 就好像耶稣在父里面 父在耶稣里面一样 不久以后 你们会看不尽我 再过不久 你们会在我里面 我会在你们里面 我们通过敬礼 进到了耶稣里面 我们又领受了圣灵 又将耶稣领受到我们里面 我们一起说 我因着受了敬礼 进入到耶稣里面了 因着圣灵降临在我里面 所以圣灵在我 所以耶稣在我里面 这个不是什么教理 这是真理 你真的迎接耶稣了吗 被圣灵充满 会怎么样 试图行传 一章那里说 领受圣灵就必会得着能力 能力是什么 圣灵的带来的恩赐 我们进到耶稣里面 都成为蒙恩的人 而圣灵进到我们里面 就会通过我们显出恩赐 恩赐会通过每一个人显出来 我们说有九种恩赐 其实那是指着圣灵的全能说的 知识的话语 智慧的话语 能力的话语 还有信心 灵感 还有医病的恩赐 说预言的 说方言的 翻方言的 这都是恩赐 恩赐多 就说明帮助我的天使多 西伯来书一章四节 那里说天使是什么 天使无法进到人的身体里面 在索多玛俄摩拉事件 当中 罗德一家人 亚伯拉罕的侄子 罗德一家人 得到天使的搭救 天使把 抓住他们的手 把他们领出来 还有 彼得在狱中的时候 也是天使把他拉出来的 天使无法进到人的身体里面 只有耶稣 才能进到人的身体里面 大家再次跟我说 只有耶稣 才能进到人的灵魂里 天使呢 只能在我们的体外 抓住我们的手 带领我们 耶稣 祷告的时候 有天使加添他力量 就好像这样 天使是实际的存在 他有各种 显现的样子 各有不同 有风的形式 云的样子 火的样子 总之 天使就是为了帮助我们 而奉上帝差遣的 灵受圣灵 就会得着能力 就会得到这些恩赐 这些恩赐 会帮助我们 哥林多前书 里面说 圣灵显现在我们里面 是与我们有益处的 通过我们 显出能力 神迹 其事 使红海分开 在河上 这都是天使的作为 但今天人们 藐视天使的作为 那也因此就没有 恩赐 没有恩赐 没有恩赐 也看不到意象 也行不出能力 神迹 这是多么可惜的事啊 我多次经历过 天使的作为 我在平信徒时期 有一次 在做晨导的时候 我听到 非常美丽动听的合唱 我 当时呢 只有几个人 在礼拜堂里面 做晨导 但是听到的声音 却是那么的美好的 合唱团 唱的一样 还有一次 在泉州 下面有一个地方 在那里带领圣会的时候 那里有个大石头 十几个青年 想要把那块石头挪开 就是挪不动 怎么用力也不行 因为要把那块地修平 因着那块石头 很矮事 想把它挪走 但是挪不走 当时 我就拿着一个 那个铁翘 我让他们躲开 我拿着那个铁翘 这个一翘一下 结果石头就搬动了 就搬走了 然后他们就给我 起了一个绰号 叫参孙讲师 一个人就把他搬动了 还有一件事 是我结婚之前 在家乡 红城那边 我在坐火车的时候 我要去 我在火车站买票 有一个老奶奶 对我说 我要坐这趟火车 但是我没有 我要买票 我说那 卖票的地方就在那里 他说我没有钱 我就对他说 哎呀您是老人 您去那边求求情 应该就可以的 可以让你上了 我就 等到车来了 我就上了车 车快要出发的时候 旁边有人 敲着我的肩膀 对我说 你可以把你的票 给奶奶 那个 给那个大娘 你 而你呢 跟这个车长 商量一下 我很吃惊 听了这话 很吃惊 我就往外一看 那个老奶奶 就坐在 那个月台上 看着车子 火车出发 现在我想到 那个情形 还是想流泪 然后我旁边 再看看我旁边 没有人 一个人也没有 明明有人 对我说的这话 过了一年以后 我结婚了 我和我妻子 在家里吃饭 那是一个早上 主日的早上 有一个奶奶 从一个小门进来 我们正好吃饭 她跟我们 要点钱 说要坐车 我给了她 她吃了饭 又从那个门出去了 其实那个门 没有人能够出去的 但是她从那里出去 我很吃惊 我就出去 从大门出去问问 外面的人说 你们有没有看见 谁从这里出去了 她说没有 人家说没有看见 然后明明 那个老奶奶 跟我拿了钱走了呀 那个老奶奶 就是跟 在月台上的 那个老奶奶 是一个人 我去教会 做监证 然后教会的信徒们 都一起祷告 然后 就在第二天 我就成为了 讲师 就是有一个教会 邀请我 作为分析师 去讲道 当天 行出很多的能力 从那个时候 我就开始讲道 一直到今天 就像这样 天使呢 还有很多的 我见到 还有很多的神迹 天使是帮助我们的 看一下 启示录里面的内容 都是天使的作为 天使活动 希望大家能够得着能力 要被圣灵充满 才能得到恩赐 才有能力 现在请大家站起来 看不见的上帝 显明出来了 他所做的事 耶稣所做的事 借着圣灵 进到我们里面 所以 圣灵 在我们里面 就会 让能力 也 天使也 帮助我们一起 做工 主啊 求你赐给我能力 主啊 求你拆天使给我 彼得被关在狱里 第二天就要被宣判死刑 当时 全教会为他祷告 结果 天使进到监狱 把他的手链 脚链都打开 把他领出了监狱 他以为见到了异象 但这不是异象 是实象 今天 也 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所以 大家 大家不要怀疑能力 要领受能力 圣灵降临 就必会有能力 跟随 这时间 我们祷告吧 不要 就是 不要软弱 无力的去祈求 我们要让耶稣的能力 通过我们 彰显出来 圣灵降临在我里面 让能力通过我 彰显出来 让天使通过我 能够做工 我们这样的祷告 我们这样的祷告吧 彼得 彼得 彼得被关在狱里的时候 全教会为他祷告 结果天使把彼得 救出来了 大家 金圣贤监督 要带领教会 一切的事工 为了 为了他 我们更多的祷告 让更多的能力 帮助金圣贤监督 为此我们一起祷告吧 金圣贤监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父上帝啊 求你预纳我们每一个灵魂 我们愿意靠上帝的能力 所以求你帮助我们 让我们被圣灵充满 得着更多的能力 我们愿意靠着上帝的能力而活 我们愿意靠着上帝的力量 愿意蒙上帝的福分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天使 在我们周围 帮助我们做工 让我们得到天使的福事 求上帝 真的帮助我们和我们的家庭 奉耶稣的名 祷告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赞美吧 要是受敬礼的人 请到前面来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성령의 충만한 은사로서 오늘도 충만해 합소서 총력과 대약의 물듬함을 성령의 불길로 태우사 총결케 합소서 태우소서 깨끗케 하여 주옵소서 주여 성령의 은사들 오늘도 내리여 줍소서 성령의 충만한 은사로서 오늘도 충만해 합소서 희생의 재물로 돌아가신 우리 주 예수님이시여 구속의 은혜를 내리시사 오늘도 품겨 주옵소서 주여 성령의 은사들 오늘도 내리여 주소서 성령의 충만한 은사들 오늘도 충만해 합소서 주님의 기쁘신 은혜 마음을 세상에 널 이전하리라 하늘의 능력과 권서로서 오늘도 입혀 주옵소서 주여 성령의 은사들을 오늘도 내리여 주소서 성령의 충만한 은사로서 오늘도 충만해 합소서 아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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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离开之前 我们先一起祷告吧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那些仇敌 想要离间教会 分裂教会的那些 恶灵的势力 从我们教会离开 那些世上的一套 世上的那些思想 不要影响到教会 我们祷告吧 求上帝帮助我们 让我们能够守护好教会 使我们教会能够完全地恢复 我们在上帝面前祷告吧 我们在上帝帮助我们 我们在上帝帮助我们 羽毛的灵状 羽毛的灵状 同時,又能 functionrespons去 有bir之而 видео 一生 hunger 也要詞 祈 cosas 我們 saben 祈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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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倫拉 父上帝啊 请你帮助我们教会 使教会能够安全平安 让那些虚假 还有离间的灵 彻底的离开 让我们教会 恢复我们的人的喜乐 受伤的灵魂 能够得到安慰 让仇敌无法再 有机可乘 也让我们每个生徒 在充满喜乐与平安当中 过享生活 天父啊 也求你安慰那些 一直在守护教会的灵魂们 耶稣 在这世上的法庭上 也胜过 也得胜了 使魔鬼 彻底的垮下 天父啊 也让我们教会能彻底的得胜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感谢上帝 是我们献上成功的礼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祈禮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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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耳蓮啊 祈禮啊 祈禮啊 祈禮啊之禮啊 祈禮啊 小天 frankly咨的静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